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往哪一遍 往哪一遍都可以 好 等一下 第二趴的 第二趴 音樂沒有 音樂還沒開始 他還沒講 誰知道資產跟存在 是什麼意思 誰買房子 懂了 什麼是資產 資產就是可以讓你 增加你的 現金流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是資產 房地產 股票 存錢 都算是 以上都是 但是以上都不是 資產的意思 就是說 那個東西是可以讓你申請的 那才是資產 那房子如果你自己住 那就不是資產 那是負債 車子你拿去開就是負債 為什麼 它要保養又要修 然後又要繳稅 但如果計程車 它就是資產 然後房子拿去出租 它就是資產 懂啊懂啊 你中沒頭 我為什麼想說資產 在棒球界裡面 就是在大聯盟他們有講說 在所有的那個 手臂位置裡面 他們把捕手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為什麼 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說 為什麼有那麼多總教練啊 或者是那個 辦公室總教練 辦公室總教練就是 辦公室總經理就是那個 辦公室的總教練 他們會講為什麼都是捕手出身 因為他們把捕手看得很重要的一個資產 但是說 因為捕手他要 他要了解事情太多 他要懂安號 他要懂球場上面的那個翻譯 所以 在大聯盟的那個位置裡面 捕手在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是非常看重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總教練啊 都是捕手出身 所以捕手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雖然他很辛苦啊 要吃很多商藥 但是 他是被棒球 這個那個市場裡面 是當作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 我們歡迎今天最帥的 還不是資產的 舞手 成家主題 今天我的主題是 熱情 那 大家都知道 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背後都一定要有一股熱情 你才可以 一直的 想要把它做好 甚至做到完美 那 今年剛開始的熱身賽 我都跟著大家在這裡比賽 那 雖然 開集的名單沒有我 但是 我一樣每天保持了熱情 來面對每一天的挑戰 我相信大家都在這裡 每天都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也想要把它做得完美 但是我希望各位可以想一下 我們當初在熱身賽的那種氣氛 那種氛圍 我希望從今天開始 大家都可以把那種氛圍 那種氣氛 愛棒球的那種熱情 帶來季賽中 那我相信在往後的比賽 或者是練習當中 大家都可以很有收穫 那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來一段 熱情的熱身操 一分之間 我像窩四 二 各位 那小姐都覺得 就一個人 一渐熱大事 我們一渐熱 我們一渐熱 是 Sup! 還可以啦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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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又是萬會控制音樂 兄弟! 你的教練很忙耶 你能幫忙喔